维生素E呢 也是人体所需要的40种营养素当中 其中一个关键 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保护细胞膜 人体有很多的这样的膜 有粘膜 有僵膜 有细胞膜 有骨头的膜 有血管的膜 身体有很多的膜 这个膜呢 相当于一上门 细胞与细胞之间 靠这层膜隔离开 也靠这层膜呢 隔离跟外界之间的毒素 续菌病毒的一个隔离 所以在我们的眼睛表层 也有一层膜 这层膜一旦你有粘东西过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痒 然后你会透过流泪 想把粘东西排除起来 人体的这层膜 需要保护 因为它很脆弱 很容易受到伤害 维生素液 就是对这层膜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一种营养素 一旦缺乏维生素液 你身体洗洗多多 跟膜有关的部位 都会受到损伤 最典型的就是妇女的子宫 最典型的就是妇女的子宫 卵巢 输卵管 宫颈 以及乳腺 因为这些腺体 它的外表都是一层膜 一旦缺乏维生素液的时候 所有的 跟膜有关的部位 都会受到损伤 这种损伤 可不是一般的损伤 打个比方 在我们的皮肤表层 有一层保护膜 这层保护膜 如果被洗掉 你的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所以 我们鼓励 所有的人 不要用 减性的洗涤用品 来洗你的皮肤 因为它会损伤你皮肤表层的一层保护膜 同样的 当你的细胞的表层的这个保护膜 受到损伤的时候 毒素就很容易穿越细胞的这个膜 进入到细胞内部 从而影响你的DNA 影响你最基本的细胞的里面的结构 当细胞的DNA受到破坏的时候 你有可能就会产生癌症 所以 很重要的 就是补充维生素衣 来保护身体的每一个膜组织 那么 我们来看 缺乏维生素衣会造成的影响 首先 会造成容易习惯性流产 为什么 缺乏维生素衣会造成习惯性的流产呢 因为受精卵 也是有一层膜包着的 一旦缺乏维生素衣 脆弱的受精卵 很容易受到任何的一种因素的影响 而导致流产 不能形成佩胎 那些经常习惯性流产的人 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缺乏维生素衣所造成 我有时候在想 这些可怜的父母亲 很想要一个孩子 却不懂得去学习一点营养知识 仅仅因为缺少一种营养素 而造成甚至错过了生意的时间 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流产 而产生恐惧 造成甚至连做母亲的勇气都没有 所以 营养的缺乏 其实对身体的影响 是非常的深远 缺乏维生素衣 会造成内分泌失调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内分泌 就是指 比如说身体的脑下垂体 身体的肾上腺 身体的甲状腺 身体的各种分泌荷尔蒙的腺体 这些腺体刚才讲的 它的表层都是一层膜 缺乏维生素衣的状态之下 这层膜很容易被氧化 很容易被细菌破坏 被病毒破坏 所以有了维生素衣的保护 就会使这层膜变得更强 强健 更坚固 不容易受到破坏 那么缺乏维生素衣 会造成周期不顺 经期症候症 症候群 然后呢 造成提早进入更年期 这是因为这个荷尔蒙分泌 不正常所引起 然后也会造成伤口容易留下疤痕 造成洞窗 血眼 老化 有一种病叫做血眼病 就是眼睛转过去之后不容易回来 转过去之后不容易回来 斜的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呢 维生素衣跟另外一个身体重要的这个功能有关系 就是指血管的弹性 当维生素衣充足的时候 血管的张力会大大增加 它可以被撑开 也可以被压缩 这个对人体的微型反有着重要的影响 比如说你的眼睛 当你看东西看认真的时候 你要这样看 这个手是张开的 然后呢 当你呢 眼睛一看的时候呢 它可能要收回来 可是呢 一旦缺乏维生素衣呢 这个血管的弹性就会出问题了 瞪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呢 可就不见得收得回来了 逐渐逐渐 你就变得近视了 或者呢 你呢 收回来之后呢 弹不回去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近视眼 眼视眼 邪视 其实都跟维生素衣的缺乏有关系 缺乏维生素衣的人会提早变成老花 缺乏维生素衣的人也会提早变得近视 很多的小孩现在一岁 刚刚出生就已经开始近视了 那是因为母亲生他的时候就已经缺少维生素衣 很多的小孩在还没有上小学就开始近视 还是一样缺乏维生素衣 另外的话呢 缺乏维生素衣呢 还会造成另外一个大的问题 那就是人体组织在维生素衣充足的情况下 会减少对氧气的需要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现代人经常处于缺氧反径 维生素衣的保证 就可以令到你在缺氧反径之下 生理依然正常 可是呢 当你缺乏维生素衣的时候 你对氧气的需求会大大增加 当你缺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非常容易疲劳 非常容易投影 非常容易感觉到这个身体不适的感觉 尤其是缺乏维生素衣 会造成身体容易留下疤痕 因为所谓疤痕 就是指微寻防不好的部位 当你受到伤害的地方 需要把血液送达这个受到伤害的组织 这个组织往往是缺氧 如果维生素衣充足 这个缺氧的组织呢 就依然能够修复 如果维生素衣不充足 那么这个缺氧的组织 总没有办法进行修复 疤痕就会留在你的体内 你会就会变得越来越难看 留在外面是外面难看 留在体内的疤痕组织 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疤痕组织呢会收缩 由于氧气氧分和氧气 不容易送达那个部位 那一些折皱地带的疤痕 就逐渐逐渐越来越缺氧 而造成疤痕不断的扩大 所以在体内的疤痕组织呢 实际上呢 是对身体有生眼影响的 维生素衣的缺乏呢 会导致身体的不饱和脂肪 以及脂质容易受到 这个氧化的破坏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到后期引发癌症的 一个关键因素 不饱和脂肪酸 就是我们讲的构成细胞膜的 一个关键结构 当不饱和脂肪酸 受到破坏的时候 那个膜组织就受到破坏了 具体的讲 各种维生素的作用呢 可能呢 相对是比较专业的 总的来讲 它对身体所有的血管 所有的膜 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样的话呢 就影响到身体的各个组织了 另外的话 像肝硬化 一线纤维化 这一类的疾病 都是因为身体的疤痕组织形成 然后不断的扩大所引起的 只有补充足量的维生素液 才可以令到这种疤痕组织得到修复 还有一种疾病跟缺乏维生素液 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疾病的名称叫做重症肌无力 肌肉萎缩 那么肌肉萎缩 也就代表 这个连接肌肉的血管 不能够及时供养 这就代表 那里的血管组织受到了损害 损害的原因 就是缺乏维生素液所造成 大量的补充维生素液 对重症肌无力 是会起到很好的效果的 缺乏维生素液会造成 红血球容易破裂 从而造成贫血和缓胆 红血球为什么容易破裂 还是那句话 红血球的膜被破坏 也是缺少维生素液所引起的 那么缺乏维生素液会导致 骨盖转移到卵阻值 造成动脉硬化 关节炎以及皮肤角质化 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卵阻值 关节膜 动脉的膜 都需要维生素液的保护 缺乏维生素液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在身体里面游离的盖子 变成呢 会这个相近到 这个膜组织里面去 比如说 镶嵌到这个卵组织里面 镶嵌到这个 关节膜里面 从而呢 阻碍了纳米的正 正常的血液行方 从而导致那里引发炎症 另外呢 缺乏维生素液呢 这个补充维生素液呢 可以提升 精子的品质 所谓品质还是一样 精子周围 有一层膜 另外呢 精子呢 它需要有足够的氧气 才能够保持它的能量 所以 补充维生素液呢 你的精子的活力呢 就会大大增加 然后呢 这个精子死亡的数量减少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对 呃 受孕呢 就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的这个夫妻呢 这个去检查 她的身体的时候呢 发现了这个 呃 长期不能够受孕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蓝方 精子数量不够 或者品质有问题 然后就开始求医 问题是 药物怎么可能替代 这个食物呢 人体千百万年的进化 所形成的周密的系统 严密的系统 每一种养分的选择 都是千百万年进化 逐渐选择下来的 每一种营养的搭配 每一组合 都是DNA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调整最后选定的 所以 药物根本不可能 来替代食物 倒过来讲 食物却可以替代 很多的药物 用药物替代食物 是会造成 严重的伤害 即使暂时控制了疾病 也是以伤害身体为代价的 不到万不得已 不应该把它 作为优先的选择 也许某种状况之下 是必要的 但是我认为 不要把它 放在优先的选择 每一个细胞 它的构成 它的结构 选择的各种养分 按照什么样的比例 什么样的数量 以什么样的方式排列 这都是你的DNA选定的 这是一个密码 不能随便改的 如果你用药物的某种成分 来替代了养分 替代了食物中的营养 令到你的细胞结构里面 多出了一个药物的成分 这可就意味着你基因突变 你的整个基因结构改了 一旦这个改了之后呢 那可真是叫做肿瘤了 癌症了 癌症就是由基因突变所造成的 所以呢 这里再次强调 营养的重要性 它是不可替代的 不是药物能够替代的 如果你不小心 被什么东西灼伤 碳伤 形成疤痕 你可以打那种 小麦胚芽油 这个含有维生素液的胶栏 给它刺破把这种含有维生素液的油脂 涂在你瘦山的部位 这样的话呢 你的皮肤呢 最后就不会留下疤痕 有些人经常有心脚痛 头痛 最重要的原因都是因为缺氧 所以补充维生素液呢 有助于改善头痛心脚痛 许多人去西藏里游 在那里经常会出现缺氧症状 所以带着维生素液去西藏 是非常必要的 大多数人在伤口一合的时候 经常会感觉到那个地方很痒 有些人在那里不停的爬 甚至把那个好不容易结成的疤都给扒掉了 结果令到身体很难修复那个部位 我们有一个经验 就是那个氧的地方 只要把维生素液涂上去 马上就不氧 立刻了 很舒服 蚊子氧 你也可以用维生素液涂上去 也会感觉到不氧 氧 各位知道氧这个字怎么写的吗 它跟氧气的氧 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编判 读音也是一样 所以当你任何一个地方氧的时候 就是那个地方缺氧的时候 所以氧就要改善共氧 中国人发明字很有意思 发同一个音的时候 往往有同样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感觉到你这个地方氧 你就要用手去爬它 对不对 慢慢的去扒它 对不对 但你去爬它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也是透过外力改善共氧 不过呢 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刺破维生素液涂上去 家里面残被一些维生素B 维生素C 维生素E 可以用来应急很多的事情 小孩子感冒 发烧 咳嗽 一出现 先给他吃几片维生素C 甚至感冒发烧的时候 你给他吃大量的维生素C 可能你根本都不需要送到医院 也不需要去掉瓶 也不需要去打撑 这里我们有很多的经验 很多的朋友 在孩子生病发烧的时候 大概用到1000毫克左右的维生素C 最高大概用到3000毫克 基本上就可以战胜这个感冒 另外维生素E 可以防止血管的破裂 所造成的血栓 血管上呢 这个细胞破裂以后呢 会跌落下来 这个跌落的死细胞呢 就会包裹一些 这个游离的胆固层啦 脂肪啦 钙质啦 然后变成一个 像血栓状的一样的物质 这种血栓 随着你血液在身体里面流动 遇到一个交叉口 这个交叉口呢 假设比较狭窄 那个血栓就有可能 稍堵在那个地方 如果堵在跟你的左边的这个 呃 循环有关系的地方 那么你的左手可能就会麻 左脚也会麻 如果呢 堵在呢 跟大脑有关的地方呢 你可能就中风 如果呢 堵到跟心脏有关的地方呢 你可能呢 就心肌梗塞 而维生素液呢 有助于保护血管壁 因为血管壁也是由膜组成的 那么就会阻止此细胞不断的脱落 然后呢 它可以繁殖和治疗这个 静脉曲张以及静脉炎 静脉曲张呢 是身体的一个特殊现象 人体呢 通过动脉把血液送到全身各处 再通过静脉把血液收回来 那么 在腿部呢 脚部呢 这个静脉呢 很特殊 因为人的血液要从脚部 把血液收回来 会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 所以当血液往下送的时候 要收回来 它会掉下去 那怎么办呢 身体呢 在下面的这个血管里面 设了一个开关 那个开关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半膜 在那个静脉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半膜 血液从下面冲上来 那么就把这个半膜打开 然后血液送上来 当血液要掉下来的时候 那个半膜就关上来 把血液阻止在那里 然后血液呢 就从底下呢 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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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收回心脏 然后进行良好的新环 可是呢 缺乏维生素液的人呢 那个半膜呢 本来是这个样子的 结果呢 就变成拉开了 血管湿气弹性 拉开了 拉开了就有了一个分线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血液送上去 都又掉下来 送上去 都又掉下来 结果底下呢 你的下肢呢 就积累了大量的粘的血液 很多的女人呢 在怀孕的时候呢 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所以下肢浮肿 然后呢 很多的年纪大的 这个体力 以前干体力活 干的比较多的人呢 后来也都会有这种症状 这个时候呢 身体呢 是很智慧的 身体为了保证血液的正常情况 反使这种现象发生 一旦身体出现这样的半膜打开 然后造成静脉上的 这个不能够正常的 把血液输送回来的时候 就会在大腿的那个部位呢 展出另外一个弯弯曲曲的静脉 把血液从旁边的通道 把血液收回来 这个动作就叫做静脉曲张 严格来讲 静脉曲张不是病 静脉曲张是身体 为了帮助把血液收回来 被迫折中 长了一个曲张的静脉 对身体来讲 它是不愿意这么干的 它要重新建造一个新的桥梁 把血液收回来 但是当你的静脉出现这个半膜打开 血液不能够正常回收的时候 身体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 只要你大量的补充维生素液 令到这个血管的弹性增加 使得这个这个半膜逐渐的被关闭 收回这样的状态 那么身体发现 原来的那一个通道很好用啊 这个时候呢 身体呢就自动停止 给那个弯弯曲曲的静脉提供养分 那个弯弯曲曲的静脉 就会逐渐的萎缩消失掉 所以调理静脉曲张 其实关键不是针对静脉曲张 而是针对静脉失去弹性 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半膜 不能够收紧的现象 而这里面最重要的营养素 就是维生素液 辅助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系 因为维生素系 我们前面讲过 也对血管的弹性有帮助 我想经过大家的学习 对各种营养素 有一个耐心的 细致的认知和了解之后 以后呢 在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 就不再害怕和担心了 维生素C呢 维生素E呢 同时可以刺激血管的再生 修补疤痕组织 有抗磷血的作用 来改善重分的症状 所谓抗磷血 是因为它帮助血管的弹性增加 血液就不容易凌结在一个部位 它有利尿作用 改善肾脏病的水肿 尿蛋白偏高 然后呢 高血压 以及贫血症状 换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肾脏疾病的病人 正在洗肾的病人 然后尿蛋白偏高的病人 血压不稳定的病人 贫血症状的病人 补充维生素E都有一定的帮助 维生素E可以增加肝脏的解读功能 然后呢 治疗甲状腺肿肿大 以及点不足 所造成的凸掩症 然后呢 改善脑下垂体 脑下腺 腎上腺 腎上腺 腎腺腺 等急速分闭 这个刚才我们都讲过 主要是因为维生素E 对膜组织的保护 所起到的作用 然后这里呢 顺便要讲到一个就是 维生素E 既有抑制血浆中 癌细胞生产的这个作用 也就是说 它可以对这个白血病 有很好的一个抑制作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